今天呢我们来到彰化县方苑乡的理牛牧场 这里呢有一种涂料可以非常有效的隔热降温 不管是在厂房、农舍或是住家都非常的有效 现在我们就一起去现场看看吧 全球暖化让天气越来越热 即使到了秋天还是天天突破30度高温 室内温度也跟着飙升 台中新兴农生物科技公司经理王水池 有一项特别的技术 将隔热漆喷洒在建筑物的屋顶或外墙 阻隔太阳照射达到降温的效果 运用在住宅、工厂、农舍都有非常好的成效 以彰化县方苑乡的乳牛畜牧场来说 夏天在屋顶喷洒隔热漆降温之后 牧场乳牛胃口变好产量增加 我们用这个隔热漆以后呢 它里面降温直接就根本上的降温 因为它热漆倒不到试炼里面去 所以它的降温效果最直接最根本 新兴农生物科技公司经理王水池说 在台湾的住宅、工厂跟农舍 很多是铁皮跟石棉网 夏天屋子里就会跟着发烧 加装了风扇、喷洒水雾 散热的效果还是有限 如果建筑物喷上隔热漆 就算太阳曝晒也能快速有效的降温 乳牛炫木厂的谢老板在喷了隔热漆之后 觉得非常满意 我感觉它的效果对我们有很大的方法 因为它降温有那么多 降差不多在五多四六楼 让我热漆货会比较低 它的材质量也比较高 所有材质量比较高 我们夏季的密乃 它的下降速度较慢 炎热的夏天想要凉快 就要开冷气 不过有些地方像是工厂、木厂 没办法装冷气 汪水池经理说 如果使用它们的隔热漆技术 任何场所都可以降温清凉一下 不仅可以节能减碳 省电费兼顾环保 实在值得大家来参考使用 也值得推广替地球环保 尽一份力 记者陈文旭、李嘉金、李金生 账号报导 敬相争足料 赞、赞、赞 客带、西方距离 处理 美国冰 sor rispetto 还是很感受的